对角互补的四边形为圆内接四边形。 前面我们提到,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会互补。 反之,如果四边形的对角互补, 那么此四边形是否一定是圆内接四边形呢? 假设已知画面中四边形ABCD的对角互补, 可在边长线段AB与线段BC上, 利用中垂线做图找到圆形O, 并做出通过ABC三点的圆欧。 那么圆欧会不会通过D点呢? 第一个,假设D点在圆欧的内部, 延长线段AD交圆欧于1点, 再连接线段CE。 由外角定理可知, 较ADC大于角1。 若将两边同加上角B可得, 较ADC加角B大于角1加角B。 又我们知道,角1加角B等于180度, 因此会与四边形ABCD对角互补的条件矛盾。 第二个,假设D点在圆欧的外部, 设线段AD交圆欧于F点, 连接线段CF。 由外角定理可知, 较D小于角AFC。 若将两边同加上角B可得, 较D加角B小于角AFC加角B, 又较AFC加角B等于180度。 这也与四边形ABCD对角互补的条件矛盾。 由这两个说明, 我们可以得知, 不论D点在圆内或圆外, 角B与角D均不互补, 所以D点只能在圆上。 也就是说ABCD四点均在同一圆上。 因此四边形ABCD必为圆内皆四边形。 由此可知, 当四边形的对角互补时, 此四边形为圆内皆四边形。